慈济科技大学通过国家考试专属电脑市场认证 12月6号由考选部长张书祥请职接牌 明年2月中旬的牙医师、药师、医室检验师、医室放射师 还有物理治疗师等国家考试 有超过百位移花东的学子不需要提前北上或南下 可以就近在花莲直接参加国考 考选部长许书祥12月6号特别来到花莲 为慈济科技大学国家考试专属电脑市场接牌 许书祥表示 慈济科技大学是第15个国家考试电脑化测验认证合格市场 这也是东部地区唯一的市场 将可以让移花东地区考生就近考试 因为国家考试在朝向数据化转型 我们办理国家考试电脑化测验 事实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 一般在台北台中高雄跟台南有设这个场地 但是在花东地区一直没有合适的电脑化市场 所以我想为了花东这边的考试方便性 所以能够在慈济科大这边来设立这个市场 我想对于未来 包括我们慈济科大或是慈济大学的考生 还有我们在花东地区的应考人都能够提供方便性 考选部说明能够通过国考电脑市场认证 必须格外重视稳定性和安全性 电脑化市场基本上当然需要它的稳定性跟安全性 所以稳定性来讲就是我们的电脑机房跟电脑市场 就是电脑教室必须要具备有不断电的系统 还有相关发电机的一个备演系统 这样才能够维持电脑化测验的一个稳定性 另外在安全性的部分 当然在这个应试的网络的部分 要能够做到实体的隔离跟封闭 能够跟我们在国家考厂这边的中央监控中心 能够做直接的连线 所以这样能够确保市场的安全跟它的稳定性 磁继科技大学规划了6间电脑市场共380个座位 未来可以支援医师、医室检验师、医室放射师、物理治疗师、牙医师、药师等国家考试专门职业还有技术人员的电脑化测验 将可以造福宜花东学子 未来不用再交通网板就可以在磁继科大就近运考 节路会欢迎视报道